很多养花新手,甚至老手在给花浇水的时候 要么不浇,要么所有的花盆通通来一遍 以至于有的花干死,有的花烂根熬死 其实这样的浇水的方式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根据花的特性来浇 草本花可以多浇,木本花少浇 洗漆的花可以多浇,洗汗的花少浇 旺盛生长期的度浇,休眠期的可以少浇 苗大盆小的度浇,苗小盆大的可以度浇 庭院阳台天台养花的度浇,室内的花少浇 天热的时候度浇,天冷的时候早浇 晴天度浇,阴天少浇 总之,要根据不同的花不同的特性 选择浇水的频率 最后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 对于耐旱的花卉,浇水应当掌握 就是拎干乌色的原则,不能浇水 而对于私生花卉,只要遵循拎色乌干的原则 不能脱水 所以说,对于浇水方式 你要必须前提是了解你家里的植物的细性 不能千变于虑的给花浇水 对于 对于